如果说越南最具特色的是什么 大概就是我后面这个纸片房了 这种比较瘦高瘦高 像长颈鹿一样的房子 很具有越南特色 我现在是在越南的亮山省亮山市 大家看啊 我昨天进入越南 一进入越南这种都是大量这种房子 大家看这种瘦高瘦高 像长颈鹿一样的瘦高瘦高的 123456层啊 56层楼这样的瘦高的房子 很具有越南特色 在国内很少街啊 也就广西边境那边有些这样的房子 内陆几乎都是那种正正方方宽大的房子 我第一次来越南的时候啊 我看这房子 我都常常为越南捏一把汗 我想这要是刮起大风一点 不得不得把它吹倒啊 这么瘦高瘦高的 不得不得给吹倒啊 结果是我多虑了啊 他既然这么贱 他的安全性啊 他是肯定可以保障的啊 大家看他们这 这可是一户人家啊 一户啊 不是不是好几户 一户人家几层楼啊 四五层楼 这个四层那个五层 这基本都是这样的 有的是爱两家爱的爱得很紧啊 越南为什么这么紧啊 主要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啊 大家都知道 越南这边这个国家小啊 人口多啊 将近一亿 而且这个国家山比较多啊 平原的话 也就靠海的这一条是平原 靠近老郭那边都是山地啊 所以说土地还是紧缺的 它为了让人民能尽量都临街 所以说他们他就这样设计啊 把这个把这个门啊 把门建边上 就是能让尽量每一家都临街 因为临街的话 它可以做生意嘛 有很多便利啊 有很多好处啊 临街可以做生意啊 干什么都行啊 开店面啊都可以啊 这是它的很大的一个优点 第二就是这个越南私有化 你就是说这片土地啊 这个土地是你的以后 以后都是你的了啊 就是固定下来了 所以说他们能在这个最小的土地上 建做更多的房子 他们只能这样做 所以说他们尽量的运用土地吧 它也是这两个原因啊 所以说纸片房在越南非常普遍啊 也非常具有特色 看一下纸片房内部啊 很大的啊 往里走好几 往里走好深的 好几间房的 好像你看 他们都是旋罗式楼梯啊 非常高档啊 大家看到处都是纸片房啊 大家看 看着很有特色 瘦高瘦高的 像场景路一样 好几间房子